中華男藍的主力中鋒 大房東曾文鼎 近年都在大陸的CBA發展 不過他的生活重心 並沒有跟著移到對岸 竟然出他和經久的球星楊哲儀 還有幾位好朋友 合開了一家餐飲店 對 那這兩位球星 在飛球器期間也是不得閒 總是在店裡幫忙 要讓這個副業 和他們在場上的成績一樣亮眼 來到大房東做客 迎接你的人就是大房東 中華男藍主力中鋒 大房東曾文鼎 以及SBO金酒球星 寶兒楊哲儀 兩人和幾位朋友 合資開設了這一家食堂 不好意思 這是今天為你準備了 我手吃 有比於不少球星藝人投資副業 只出錢不無出力 兩人總是親力親為 沒有價值的為客人服務 也向合夥人們學習著 如何成為出色的經營者 我只要沒有影響到球隊訓練的時候 其實有時間我都會來這裡 我剛回來的月 我每天晚上都在 我上晚上也是 沒有球隊的 一起投資開店的想法 其實醞釀了很多年 直到今年初 幾位好朋友 才在姻緣機會之下 頂下現在的店面 將夢想實現 他每次都這樣不知道吃什麼 他根本不如是弄一間店 我們最希望就是 讓所有進來吃的客人 能夠吃到一個 真的覺得東西真的很好吃 再來就是希望客人 來到家裡又很放鬆的那種感覺 所以名字就把它叫大房東 好 會吃 不會 不會 因為好記嘛 最少真的 還是吃下幾次就吃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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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 不會 不會 兩人雖然有著球星 不拘小潔的性格 但對於美食的品味卻十分挑剔 幾乎每一道菜我們都吃過 我們現在會針對每個季節 去做一些整個在菜單上的微調 我們喜歡吃的 我們愛吃的 我們覺得好吃的 用這個來做菜單 新鮮的料理和專業的服務 正是這幾位合夥人 對於這家店的堅持 當然如果客人需要幫忙的話 我們就可以現場為他們這樣子 去幫他們料理一下 所以你在現場會幫 會啊 如果他們有需要的話 就會去幫忙 一定要他的話 對 一定會 對 要指定 請先預約 大房東的名聲在籃球場上夠小亮 現在兩位球星也要秉持著運動員 堅持不懈的精神 擦亮場外這塊大房東招牌 UtnTV 五家要緊人光 台北報導